在机场,一个牌子从高宫坠落 碎破了一项无数的尖刀 正好打中一名男孩 男孩当场昏死过去 男孩的父母吓坏了 赶紧让人打911求助 恰巧一名医生路过 就过来检查 男孩的颈部,静脉被割破 血不停地喷出 医生呢,找了一块干净的布 按在男孩脖子上 此时,旁边一个年轻人说 You're killing him 医生不高兴,表示 我在救人,他快流血死了 但年轻人却说 不,你放错地方了 如果成年人就没错 但他是孩子 你按住了他的气管 说着,年轻人走过去 把医生的手向上移动了少许 男孩立刻有了呼吸 紧接着,年轻人开始检查男孩的身体 在腹部发现一块碎玻璃 年轻人就说,他会没事的 医生不知道,这个眼前的年轻人 为何这么自信 就问年轻人是谁 年轻人表示,自己叫萧恩 也是个医生 萧恩盯着男孩手臂一看 就发现男孩静脉虚张 再看一眼 一张完整的人类机关结构图 立刻呈现在眼前 能达到这种境界 可以说,萧恩在医学上的天赋是真强 萧恩断定,是胸内压 而医生呢,立刻否决 不是,他胸部有起伏 他在呼吸 萧恩解释 男孩胸部起伏不正常 他应该是左肺受伤了 这是气胸的症状 要立刻急救 萧恩对众人说 是有锋利的小刀,刀刃十多厘米长的 但这里是机场,没有人戴着刀 萧恩对医生说 准备给他做人工呼吸吧 他呼吸马上就要衰竭 我马上回来 萧恩去安检口接刀 由于萧恩呢,有自闭症 交流障碍 并不能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 安保还以为遇到了白痴 敢安检一辈子 也没遇到来这里接刀的 安保表示,不能接 萧恩这才强调 是医疗紧急事故 你旁边盒子里的刀就能用 借给我吧 安保一脸懵逼 还是不借 萧恩知道 没时间了 于是抓起刀就跑 可跑出去二十米 就被追上了 被按倒在地上 此时 还好男孩的母亲赶过来解释 五分钟后 孩子那边已经不能呼吸 医生在给他做人工呼吸 而萧恩要的东西 终于凑齐了 小刀 管子 胶带和两瓶酒 天呐 萧恩就要在这里给男孩做胸腔的手术 下面我们看看被专家都佩服的神操作 萧恩把刀子和管子放在男孩身上 把威士忌酒倒上去 这酒大概有43度 这样工具和胸部的切口处可以同时消毒 他用小刀把管子接成两段 然后塞进酒瓶里 用胶带把瓶子封闭 萧恩呢 脑里已经想好了这次手术的目的 就是把肺部周围的空气排出来 让肺恢复运作 萧恩开始下刀 男孩的父母已经不敢看了 医生以不解的眼神看着萧恩 开刀顺利 萧恩把一根管子塞到男孩身体里 举起瓶子 瓶子里立刻有了气泡 医生终于忍不住了 问这瓶子有什么用 萧恩说 这根管子可以把空气放出来 瓶中的水呢 则可以防止空气再进去 做的这个单向法果然奏效 男孩开始了呼吸 四周立刻响起了掌声 这是萧恩第一次救人 自此 打开了她心意救人的传奇人生 终于上了救护车 萧恩又发现 男孩的心跳不规律 而医护人员却嘲笑萧恩 在20年的老设备上 还读什么数据 送到医院后 萧恩对女医生小克反复强调 一定要给男孩做 超声心电毒检查 小克表示 从目前的数据看 心脏根本没事 萧恩还要争论 还想硬闯进去 被保安捏了出来 男孩被推进了手术室 当主导的医生尼尔 看到萧恩做的单向法 都惊叹不已 小克问 你觉得我们需要给男孩做心脏的心超吗 尼尔说 现在的症状不需要的 萧恩在外面可着急了 大门被堵 侧门被堵 转门也被堵 萧恩想尽办法 就是尽不去 此时 手术中的尼尔发现 男孩的心率开始变化 这也是手术中最怕的 尼尔问小克 为什么刚才问我要做心超 小克表示 是门外那个年轻人要求的 他就是做单向法的人 尼尔不解 他是怎么预料到的 难道比我还天才 于是 让手下给男孩做心超 趁着这个时间 他们出去找萧恩 尼尔问萧恩 为什么做心超 萧恩的意思是 男孩是心包机业引起的 此时 手术室打了电话 告诉尼尔 心超机构出来了 一切正常 没有心包机业 看来 眼前的年轻人判断错了 你浪费了我的时间 说完 尼尔走进了手术室 而小克觉得 眼前的年轻人不一般 就邀请萧恩去手术室 萧恩看到心超的影像 看了一遍又一遍 别人都看烦了 都说正常 而萧恩却说 不正常 右心脏有凹陷性畸形 非常非常的轻微 但医生们呢 不同意按萧恩说的 心包的方案来手术 此时 小克做出了解释 有可能是碎玻璃渣 随着筋脉血管 流到心脏里 小克不断地解释着 心包的可能性 尼尔呢 终于决定 按萧恩的方案来手术 然而 就在30分钟后 尼尔打开男孩的胸腔 真的就在心脏的部位 发现了一颗 绿朵大的碎玻璃渣 要知道 这个玻璃渣在心脏里 男孩随时就有生命危险 萧恩的判断 又一次救了男孩 萧恩能从那么模糊的影像中 看到心脏微弱的不正常 真是太牛了 然而 其实呢 今天是萧恩在这家医院 面试的日子 就在萧恩救人的同时 医院那边的高层 在争论不休 高层几乎所有人 看到萧恩的入职潜力 都不满意 因为自闭症的患者 怎么可能当好医生 万一出了问题 责任重大 而只有院长对萧恩很看好 他是看着萧恩长大的叔叔 此时 网络上一段视频上了热搜 原来 萧恩在机场救人 被人拍了下来 被传到社交平台 萧恩被网友誉为天才医生 这才让高层改变了看法 高层让萧恩来个入职介绍 萧恩上台呢 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最后萧恩鼓足勇气 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原来 自己从小就自卑 在学校被人欺负 在家里 父亲也瞧不起他 但只有自己的弟弟 每次都舍身保护他 一次 萧恩养的兔子死了 萧恩就开始想当医生 弟弟还送了他一把 模型的手术刀 并对他说 永远记住 你是最聪明的 你能做好任何事 我为你骄傲 手术刀呢 至今萧恩一直待在身上 然而 在此仓库的捉迷藏中 弟弟不慎坠落去世 萧恩说 弟弟的死我很难过 他都没有机会长大成人 他本应该长大成人的 我希望能帮助其他人 实现这一切 萧恩的话 感动了在场所有人 萧恩面试顺利通过 成为了圣门德医院的医生 萧恩穿着真身战袍 再合适不过 萧恩降临 他是让死神都退位的男人 萧恩将开启新的人生 本集完 本篇是梁姨第一季的第一集 最近博乐会解说 第一季的其他内容 本期问题 讨大家一个医学问题 一个人一年感冒两次 是好还是不好呢 发到评论区哦 这个医生直挺挺坐着 他在干嘛 他竟然在等病人放屁 病人是个漂亮的妹子 妹子觉得实在太尴尬了 就对医生说 来了 屁来了 而这医生 专门凑口去闻了闻 没有味儿 你没放 我再等等吧 原来 这名病人刚做完手术 要确保他手术没有长羹组 必须放屁才能知道 这名医生叫萧恩 他有自闭症 今天是他第一天上班 病人米切尔 55岁 刚做完前列腺切除手术 米切尔问 我做了这个手术以后 还能开车吗 这时 萧恩跑进来回答 能开 当然可以 你的腿没事 不过你以后不取得风险很大 这让整个屋子的人都很尴尬 还有 匿名肿瘤病人芬妮 肚子疼了好几天 大家都在病房看病人的CT 萧恩一眼就看出了问题 他大脑构想出病人的结构图 然后直接就说 你这肿瘤 比芒果还大 还是恶性肿瘤 病人赶紧问 会要命吗 萧恩说 是的 小哥呢 赶紧打原场 现在只是在猜测 但芬妮呢 却被吓得够呛 出去后 团队的人告诉萧恩 不要说的太直接 这样会吓坏病人 对治疗不利 但萧恩啊 却是个不会撒谎的人 萧恩忽然想到 小时候和弟弟离家出走 全靠弟弟撒谎 才能拿到买食物的钱 这是团队的领导 尼尔医生决定 让萧恩去打杂 做一些大家都不乐意做的事 一个病人耳朵发炎 萧恩为了病人的安全 给病人安排了核四共振 这样医院的外科主管很是不满 然而 下面发生的事 让萧恩的人生陷入了重大的危机 一名十岁的小女孩来医院 小女孩说自己肚子疼 家长觉得 女儿是为了不去上学 所以假装肚子疼 因为老爸就经常装病 不去上班 跑去打高尔夫球 萧恩让小女孩做 乳酸和淀粉酶的监测 尼尔医生质问萧恩 为什么一个肚子疼的 开这么多检查 而这次萧恩学聪明了 没当着病人 说诊断情况 出去后 萧恩表示 怀疑女孩得了急症 长旋转 这种病可是致命的 而尼尔医生听了 很生气 怎么可能所有的人都是绝症呢 孩子只是不想去上学而已 去安排她出院吧 耳朵发言 你安排核四共振 已经够过分了 小弟打坐 这样吧 今天你做任何决定 都要听你护士的话 这时 一名病人拿着呕吐来医院 萧恩觉得 呕吐应该去做化验 但护士呢 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 根本没事 可以出院 萧恩无奈只能听护士的话 把袋子一扔 好了 你可以回家了 然后就走了 病人看萧恩的行为 还以为自己得了不治之症 让回家等死的意思 病人找到院长 院长说 你根本没事 这她才安心你去 看来萧恩在人际交流方面 确实有很大的不足之处 而萧恩啊 总想起弟弟 小时候也是这样 宁可饿肚子 也不愿意去撒谎 尼尔医生给芬妮做了切除肿瘤的手术 手术中遇到了难题 必须等一样化验结果 尼尔派萧恩去化验室拿结果 但化验室太忙 对萧恩爱搭不理 萧恩想起了小时候 弟弟叫他的 有时候要勇敢 一个坏叔叔拿枪吓唬他们 弟弟呢 就用石头砸他们家玻璃 想到这儿 萧恩学以致用 说了这辈子第一句狠话 这招果然管用 15分钟都出了结果 结果出来后 众人都要放弃治疗 原来芬妮肚子里的肿瘤 被肾脏挡了个严严实实 根本看不到 盲切的话风险太大 可不切的话呢 病人活不过一个月 萧恩开始分析人体结构 最后终于想出了一个奇招 切掉一个肾脏 把肿瘤露出来 然后把肿瘤切除 这样的代价是 芬妮损失一个肾 但还能活 然而这个方案 就被团队里的卡路医生却取了 尼尔一听这个方案 可以一试 于是开始做手术 这种牺牲一个健康的器官 来切除肿瘤的方法 在医学上极其罕见 用一个字形容就是 绝 手术有筋骨险成功了 但功劳呢 都算在了卡路一个人的身上 这让小哥对卡路很之不满 十岁的小女孩 本期是梁仪第一集的第二集 本期问题 如果左鼻孔有鼻血 该如何快速止血呢 发到评论区哦 这人也太狠了 在户外 给一块肝脏做手术 手法就跟切猪肉一样 这是他当医生的第三天 而旁边的老医生 只有看的份 手术的地点呢 还是在高速公路上 堵了一排排的车 警察在旁边都看懵了 这这这也太厉害了 比上次在我警车里 生孩子的还要强 具体什么情况 就听伯乐说说吧 肖恩上班的第三天 小哥接到一个紧急的电话 他们医院 竟然排到一个肝源 要知道 全国每天超过800多人 需要换健康的肝脏 而这次能轮到他们 简直太幸运了 肝脏啊 从人体取出到移植 只有8小时的时间 8小时后 肝脏就会变硬 失去活性 尼尔医生 派小哥和肖恩 立刻去旧金山医院 取肝脏 拿回来 立刻要给一个叫查克的病人 进行肝脏移植手术 两人来到楼顶的停机坪 上了直升机 肖恩表示 自己是第一次坐直升机 小哥呢 抱怨自己成了跑腿的 肖恩一直在观察飞机的结构 肖恩的大脑 简直就是一台分析器 通过观察 直升机的构造图 就在他脑中呈现 他俩到了旧金山的医院 没想到肝脏已经从人体取了出来 已经过了3小时05分 他们还有4小时55分的时间 肝脏呢 被放在恒温箱中 温度必须保持在4到8度之间 否则 肝脏就会失去活性 肖恩很仔细地开始检查肝脏 肝脏的分解图 立刻出现在肖恩的脑子里 肖恩摸了摸肝脏 初步检查 应该是健康的 在更衣室 小哥给院长打去电话 表示 跟肖恩一起工作 实在太难配合了 肖恩总不说话 两人一点默契都没有 院长劝小哥 多一份理解 毕竟肖恩有自闭症 小哥和肖恩赶到停机坪 肖恩却说 我们飞不了了 小哥说 不会啊 我们会安全飞回去 这时 直升机的驾驶员过来说 我们飞不了了 现在起雾了 天气太差 有可能几个小时 雾气都不会散 这就没办法了 他们只能选择公路回去 小哥聪明 叫来一辆警车 护送他们回医院 但肖恩却不上车 看着警灯勾起了他的回忆 原来弟弟死的那晚 警察把他带回家 他却怎么也不肯下车 家对于他来说 就是噩梦 不过呢 肖恩不会误事的 还是上了车 此时 恒文乡的时间 还有三小时 肖恩所在部门的外科主管 接到一个大伙 要给VIP病人做手术 如果一切顺利 VIP病人会给医院 减免很多的税款 高层呢 想让尼尔医生 做主管的助手 这样等于给VIP病人 手术双保险 但主管却不同意 认为那样会被外界笑话 说自己医术不行 另一个事是 让病人查克 准备患肝手术 先要做术前的各种检查 查克只有三个月的寿命 这次能患肝脏 就等于给他第二次生命 然而 查克的血液报告却显示 里面有酒精 要知道 手术前六个月 都不能饮酒 卡鲁医生过去逼问 到底喝酒了没有 查克这才承认 三天前 在女儿大学毕业典礼上 喝了一小杯酒 能看着女儿毕业 是他一辈子的心愿 他们家乡没一个人考上大学 按照行业规定 饮酒的病人 是不能做肝脏移植手术的 但尼尔他们又不甘心 好不容易排来的肝脏 到底能不能手术 陷入了危机 那边 萧恩在汽车上 不断的可能进行肝脏手术了 肝脏要给其他的医院 小克很失落 这代表自己的病人 只有三个月的寿命了 三十分钟后 萧恩把肝脏交给了其他的医院 车开走后 萧恩却很轻松 他说 真是美好的一天 我们拯救了一条生命 虽然不是查克的 这句话让小克豁然开朗 确实 他们拯救了一条命 另一边 查克要出院了 三个月的寿命 没必要在医院耗着 尼尔给他们送了行 VIP病人的手术也很成功 他在走廊抽起了雪茄 医院就是这样 有生就有死 忙了一整天 萧恩回了家 打开一罐罐头 放在阳台 等待着自己心爱的小猫 第三集玩 本编是梁衣第一季的第三集 本期问题 肝脏在人体有什么作用呢 知道的才子 发到评论区哦 这颗巨型肿瘤 太霸道 竟然和小婴儿在孕妇肚子里抢位置 肿瘤已经长到婴儿一半的大小 直径达到10.6厘米 证明孕妇在做检查 通过B超影像 肿瘤在子宫里垄断了供穴 这样下去 婴儿会被肿瘤挤死 而且呢 母亲也有生命危险 母亲认为 手术切除肿瘤后 婴儿就健康安全了 但婴儿医生却告诉她 她有抗磷脂综合症 长时间手术会超级危险 如果产生血栓 到了脑部 她这辈子就完了 但母亲呢 坚持要这样做 因为她这辈子 就想要个宝宝 她已经流产了三次 再流掉 就怀不上了 这个宝宝呢 是她唯一的希望 孕妇宁愿冒着手术死掉的风险 也要换取宝宝的生命 她态度这样坚决 空气中 大家陷入了僵局 这时 小天使肖恩冒了出来 我有办法 可以通过注射甘肃 在术前 控制血栓的风险 然后就能手术了 肖恩的话 让尼尔很尴尬 出去后 尼尔开了小会 她告诉肖恩 别在病人面前 拆我的台好不好 有啥私下说 搞得好像你是我的上司 但无可争议 肖恩说的确实是个好办法 尼尔也同意 按这个方案 给病人做切除肿瘤的手术 为了惩罚肖恩多嘴 尼尔派肖恩和小克 去给一个妹子调丁 丁的意思是 就是身上有小笼包 他俩去了才知道 丁的位置很尴尬 妹子疼得厉害 肖恩说 有可能是坏死性 肉食菌感染 妹子差点被吓死 小克开始操作 但妹子疼得厉害 肖恩主动情战 果然 她发现了问题的所在 原来 里面有个笼包 必须手术切除 大家就问妹子 你怎么会得这个病 妹子这才坦白 自己的职业 是个战阶女 所以即使得病 也不敢告诉父母 肖恩表示 别担心 这个是个小手术 另一边 尼尔跟外科主管提起 给孕妇切除肿瘤的方案 外科主管不同意 难度风险都很大 万一失败 医院民生受影响 咱们科室也得吃不了兜着走 其实呢 她是不想让尼尔总出风头 但尼尔态度坚决 一定要做这个手术 刚说服主管 孕妇的老公又不同意了 她把自己的妻子 做这个手术挂掉 尼尔表示 你无权给你的妻子做主 但医院的高层 却提醒尼尔 她是父亲 可以给肚子里的孩子做主 最后呢 竟然行动了医院的董事会 这才同意尼尔做手术 肖恩在回家的公车上 想到小时候和弟弟 一起偷看杂志 她很漂亮 她确实是 是睡眠 这意味着亮 差点被老妈发现 在学校 肖恩喜欢的笑话 两人尬聊了一会儿 小华让肖恩 竟然脱掉衣服 原来 这竟然是陷阱 小华叫来一堆同学 来嘲弄肖恩 这时 还是弟弟站了出来 保护了肖恩 伯乐不禁地感叹 有些人长得漂亮 却心如蛇蝎 但谁能摊上肖恩这种弟弟 真是一辈子的福气 可惜他弟弟不在了 肖恩想了这么多事 竟然公车坐过站了 下车后 肖恩很害怕 拿出了弟弟送的手术刀 此时 正好肖恩的邻居 开车路过 把肖恩带了回去 肖恩忽然想起 昨晚的是 自己家洗碗机坏了 他就找家里的螺丝刀 这个找的 力度有点大 差点把家给拆了 还好 院长来看他 在冰箱里 找到了螺丝刀 院长告诉肖恩 东西坏了 可以找公寓的管理员嘛 他们都是免费修理 于是呢 肖恩大半夜 凌晨一点钟 去砸管理员的门 管理员当然不高兴 但还是收下了修理的单子 今天肖恩一回家 看到家里 啥都修好了 竟然大怒 他去找管理员理论 原来肖恩让管理员 只修洗碗机 但管理员呢 却把水龙头也修好了 管理员听了 差点气死 帮你免费修好 滴水的水龙头 你还有这么大的意见 原来肖恩每天 要听到滴水声 才能入睡 而且滴水的频率 每秒两滴水 他调了很久才调好 管理员气愤的表示 你在闲着闲那的 就搬走吧 肖恩这才消停 第二天到了 肖恩他们科室 有两个手术 一号手术 是超难超危险的手术 也过分了 然而 下一秒 肖恩告诉尼尔 艾文的脑子里 有个肿瘤 看来 正应了那句古话 但是龙城飞降在 尼尔看了片子 我去 又让肖恩蒙对了 他也不责怪肖恩了 这时 艾文的父母来了 肖恩过去跟他们说 骨折没多大事 但艾文脑子里有个肿瘤 导致压迫神经 平衡掌握不好 但艾文的父母呢 却出了极的淡定 原来 他们早就知道 艾文有瘤 还是晚期的骨肉瘤 根本没法治 这么大的病 他们怕吓坏了艾文 也没有告诉孩子 肖恩呢 对于人类的撒谎行为 很不理解 能说真话 为什么要撒谎呢 他认为 应该把病告诉艾文 肖恩去找院长商量 但院长呢 却不同意他的做法 应该尊重孩子爸妈的选择 肖恩无奈 只能请小克帮自己撒谎 对艾文隐瞒他的病情 小克呢 是个老好人 就答应了 小克告诉艾文 骨折了 要多出院 治疗一段时间 除了骨折 身体一切都好 然而 艾文很机灵 可没那么容易哄骗 艾文的几句话 就从肖恩的嘴中得知 他们在隐瞒什么 而肖恩呢 更直接 他直接告诉孩子 你脑子里有流 晚期 活不了多久了 艾文听了 却不以为然 他其实早就猜了出来 因为最近父母对自己 越来越好 不仅让他打游戏 还给他买各种皮肤 艾文说 他不怕死亡 而是还怕死亡痛苦的过程 如果明天就是我的死期 我也欣然接受 艾文的话 让肖恩心里不是滋味 肖恩决定 用自己平生所学 要救艾文 相当于救自己的弟弟 肖恩经过反复的研究 翻译了大量的资料 以及艾文的医疗记录 肖恩得出结论 一大早 肖恩把自己的发现 告诉了尼尔 考虑大家 尼尔开的这是什么牌子的车呢 肖恩说 艾文可能被误诊了 不是骨肉瘤 而是细胞增生症 是可以治愈的 但尼尔却认为 其他医院 两次都确诊为骨肉瘤 误诊的概率 只有0.3% 根本是不可能的 肖恩把自己的研究 告诉了院长 就告诉他一个办法 谁都不要说 偷偷给孩子 做个穿刺来验证 在肖恩给艾文做穿刺时 肖恩又说了实话 你的病 有可能是细胞增生症 不是癌症 可以治愈 艾文一听 眼睛一亮 燃起了活下去的希望 这时 艾文的父母正好进来 肖恩太过紧张 全盘端出 父母这才知道 肖恩把癌症的事 告诉了孩子 这下 夫妻两个开始责怪肖恩 就在这时 艾文突然吐血 必须赶紧抢救 又是一场开膛的 心脏大手术 尼尔和小克 找了很久 才找到阻塞动脉的酸色 经过三小时的手术 终于清除了酸色 但尼尔呢 也确诊了艾文的病 尼尔对艾文的父母说 手术很成功 心脏已经正常了 但艾文的肋骨呢 有损伤 这是骨肉瘤的确凿证据 旁边的肖恩 听到后 也无奈了 自己诊断错了 这是肖恩第一次推断错误 而这也代表 骨肉瘤已经转移到胸腔 艾文只有一两周的寿命了 在病床上 艾文对父母说 其实 我早就知道我有绝症了 你们不用伤心 就算我走了 我也不孤单 那边有奶奶 艾琳阿姨 吉姆叔叔 他们会照顾我的 晚上 肖恩来看艾文 肖恩向艾文道了歉 因为她给了艾文 虚假的希望 但艾文却笑了笑 别在意 在你说的那一刻 我感觉还是挺棒的 肖恩在艾文的床边 念起了一本书 杀死一只只羹鸟 这本书呢 是当年肖恩送给弟弟的 一本二手书 弟弟十分的喜欢 肖恩通过书签发现 弟弟还没有看完 就出了意外 肖恩给艾文 读了这本书的结局 看来 肖恩把艾文当成了弟弟 满足了弟弟读完这本书的愿望 之后 肖恩把书送给了艾文 放在他床边 然后 肖恩只带走了书签 自此 影片里再也没有演过艾文 另一边的病房里 是一对父子 他们有很大的恩怨 早晨的时候 儿子大卫 从泰国回国 但父亲呢 想把他拒之门外 因为妻子过世 儿子都没有回来 大卫一走就是大半年 鸟无音讯 父亲勉强让大卫进了门 但下一秒 他就倒在了地上 来到医院 小克他们诊断是 酒精又发一线炎 在病床的边上 大卫解释 他没有来参加母亲葬礼 是因为恋爱了 拥有是太古的老师 很善良 但他有先天性心脏缺失 所以他离不开 然而 对于儿子的解释 父亲却不相信 毕竟这六个月 大卫连一个电话 都没有打回来过 确实太过分了 空气中 陷入了尴尬 在之后的检查中 发现大卫老爸脑袋里 有急球掏虫 通常呢 是人类接触动物后 寄生在人体中的 一种寄生虫 可大卫附近的虫子 竟然在头里 必须做开颅手术 才能清除 手术由院长主刀 小克时助手 看到这儿 伯乐不得不说 这是伯乐第一次见 开颅手术 简直太逼真了 简单说一下过程 先拿小锯子 锯开头骨的天灵盖 锯开后 基本上不会有什么血 里面是一层 像塑料布一样的隔膜 再用剪刀 剪开隔膜 就能看到脑子了 在大卫老爸的脑袋里 抛虫 已经建立了庞大的家园 院长用盐水 把充足的水晶 连根拔起 大家看 竟然和皮球一样大 如此大的一个球 在脑袋里 对病人是多么大的折磨 可以说 这种手术的济世感 不看良医 一辈子也不会见到 还好 手术成功了 老人又可以夺活几十年 而大卫一直陪着父亲 他不再离开 在卡鲁医生的调节下 大卫终于在父亲面前 说出了实话 其实 大卫在太古的女友 早就把他甩了 而自己不愿意回来 其实 是不愿意接受 家族传下来的杂货铺 大卫害怕 自己干不好 就这样 这对父子的心结 终于算是解开了 大卫的父亲呢 也不会强迫儿子 去干任何事 第五集完 本期是良医第一季的第五集 本期问一个医学问题 如果小猫和小狗身上 有寄生虫 应该如何给它们出虫呢 知道的才子 发到评论区哦 这可是个狠人 玩手游玩 爱个医生 不断地吹打自己的头 第一次见肖恩 进入狂暴状态 即便上次遇到劫匪 打劫他的苹果 他也要让别人告诉你 你能做什么 你不能做什么 何必的话 肖恩牢牢记在心里 什么 几个字问题 你最爱玩的游戏是什么呢 你一天打几个小时的游戏呢 发到评论区哦 人类健康的粪便 竟然是良药 还能救人 是的 你没听错 今天肖恩的医院 要做这样一个手术 把A健康人排出的墙 灌到B患者的肠道内 让B呢 建立健康的肠道菌群 在医学上 叫做粪便菌群移植 这手术一提出来 尼尔梅伦德斯 眉头一皱 这也太重口味了吧 然而 粪便移植 真的能救人吗 我们接着看 肖恩所在的外科 要搞两组手术竞赛 第一组 变形人手术 利姆医生带队 利姆选择了肖恩和卡鲁 第二组 粪便移植手术 尼尔梅伦德斯医生带队 梅选择了小克 以及钢筋团队的雷兹 先看第一组 这是一名特殊的少女 医生聊起她的衣服 在场所有人都震惊了 肖恩当场就表示 她有小弟弟 这太不可思议了 这么漂亮的妹子 竟然是个男的 少女叫妮妮 她辩解 我不是男孩 我是女孩 原来 尼尼是跨性别者 虽然尼尼是男而生 却从小坚定 自己要当女生 肖恩性子直 表示 你跟我一样 是XY染色体 你就是个男的 科学上就是这样定义的 场面一度尴尬 卡鲁赶紧解围 尼尼有性别不安正 肖恩 你还是先别说话了 初步诊断 尼尼是急性懒尾炎 然而 让肖恩较真的病人 通常会激发 肖恩的被动技能 尼尼的处境很危险 肖恩和卡鲁 继续给她做检查 这也是肖恩第一次遇到 跨性别的病人 肖恩的问题超多 你喜欢穿裙子吗 你穿紧身裤 还是穿大裤衩 你是不是喜欢少女系的粉色 你上男厕所还是女厕所 你喜欢香水 还是涂指甲油呢 这些问题 问得尼尼有些尴尬 她回答 我有时穿裙子 有时穿紧身裤 肖恩感兴趣的病人 怎么可能是小小的蓝尾炎呢 做CT的结果出来了 尼尼 她竟然有 睾丸癌 这正应了那句话 但是龙城肖恩在 利母告诉尼尼 你左侧睾丸 发现肿瘤 这种癌症 在她扩散前 切除即可 CT还显示出 尼尼骨质缺乏 尼尼这才坦白 自己服用了 发育阻断剂 她害怕自己 长出男人的 喉结和体毛 目前的治疗方案是 切除左侧的睾丸 停止服用阻断剂 但尼尼却不同意 切了可以 但阻断剂一停 难道让我长着胡子 去跳芭蕾舞吗 此时 肖恩说话了 你不是想当女生吗 把两个搞完 全部切除 雄性激素就不分泌了 猴结和体毛 就跟女性一样了 但尼尼的外婆一听 当时就反对 你想把我外孙淹了吗 我还指望他传宗接代呢 尼尼表示 反正我要当女生 尼尼的爸妈呢 支持尼尼的选择 空气中陷入了僵局 外婆严重抗议 我外孙呢 只是喜欢换装的游戏 体验当女装大佬的赶脚 以后长大了 肯定还是想要孩子的 但高丸都切了的话 人生就废了 这属于家庭问题 肖恩他们退了出去 然而 外婆霸气 为了保住外孙不变成外孙女 她直接把尼尼的父母告了 告他们虐待儿童 把男儿当女孩养 父母表示 只能尊重尼尼的选择 因为之前尼尼 因为性别 还自杀过 肖恩和尼尼聊天 尼尼表示 在学校 自己受尽欺负 但自己呢 还是选择当女孩 女孩让自己感觉舒服 就像在游泳池里 自由自在地飘着 然而他们正聊着 肖恩的被动技能 再次发威 引发了尼尼 睪丸扭转 没有血液通过 要立刻手术 否则 有生命的危险 这是一名女装大佬 她却得了睪丸癌 外科的主管主刀 要做睪丸单侧切除术 肖恩和卡鲁打辅助 肖恩开启技能 万物皆可治 手术进行到一半 还算顺利 忽然 尼尼的仪器 开始报警 心动过速 低血压 而包括主管在内 大家都找不到原因 尼尼生命危急 再过一分钟 找不到原因的话 尼尼就要去世了 肖恩在这关键时刻 开启大招 死神退位 这大招 只能在病人兵死时使用 技能效果是 给目标 丢一个无形的保护盾 驱走死神 使目标免疫任何致死伤害 卡鲁发现 尼尼的腰部有亲子斑 这提醒了肖恩 肖恩开启技能 万物皆有图 眼前立刻出现了尼尼的血脉图 肖恩终于找到了原因所在 尼尼内出血 是睪丸动脉缩回了骨盆所致 快 要马上开腹 主管赶紧瞎刀 一检查 果然是内出血 卡鲁和肖恩立功 手术顺利完成 之后尼尼醒了 医生告诉他 质疑除了他有癌症的睾丸 至于到底选择什么性别 等尼尼18岁后自己决定 另一边 第二组的粪便移植手术 病人叫山姆 家境不富裕 独自养两个双胞胎 平时生病都不去医院 自己拿药随便吃 他一周吃的药就有20多种 小哥一检查 你的蓝尾都破了 还停着呢 赶紧手术 没将山姆的蓝尾切除 然后就烤小哥和雷兹 蓝尾的位置清洗还是不清洗 小哥表示 当然要洗 雷兹却表示 不能洗 近期的医学杂志 已经给出了结果 清洗容易浓肿 没听了雷兹的意见 雷兹告诉小哥 他俩永远成不了朋友 科室里这帮实习的医生 最后可能只留两个 肖恩有院长做后盾 肯定会留下 而卡鲁告了医院 早晚会被开除 他俩会争夺最后一个名额 是竞争的关系 而山姆呢 切了蓝尾后 伤口并没有好转 他用什么药都不管用 山姆迫切要回家见孩子 小哥提议 给你搞个视频通话 再给你的孩子准备点玩具 山姆这才满意 但小哥的行为 雷兹却不认可 他认为小哥在装仁慈 忽然 山姆的仪器开始报警 生命垂危 粒子用甜甜圈 快速拿到结果 报告显示 山姆的体内感染了超级细菌 这种细菌竟然叫 艰难缩壮包牙干菌 这细菌牛白 抵抗任何药物 这无疑是山姆乱吃药造成的 后果很严重 没表示 只能用结肠造口术 具体的操作是 在腹部 开个人为的口子 将一段肠子 拉出皮肤之外 然后缝在皮肤上 以后大便 都要从这个口排出 这就代表 山姆的后半生 告别了蹲马桶 要从腹部排泄 这无疑是痛苦的折磨 肖恩的身边 个个都是奇才 小哥呢 想用祥当药来治病 具体的方法是 把健康人排出的祥 灌到山姆的肠道内 让山姆建立健康的肠道菌群 在医学上叫做 粪便菌群移植 当梅听到小哥的办法 眉头也是一皱 这招也太狠了 虽然有感染的风险 但横拳利弊 总比一辈子在腹部排泄好得多 祥移植手术 就这样进行了 而且还很顺利 就这样 两组手术都完成了 梅的小组 获得了胜利 肖恩累了一天 回家休息 肖恩看电视的方法 还是很特别的 爬得这么近看 估计能身临其境吧 新来的男邻居过来窜门 但他呢 从来不走正门 都是从阳台跳过来 肖恩让邻居 帮忙打开游泳池的大门 他要体会妮妮所说的 在游泳池 自由飘着的感觉 本集晚安 本期问题 大家几号开学呢 开学的第一件事 是做什么呢 发到评论区哦 这是异形寄生在女孩身上吗 怎么还会跳动 肖恩看了看 当时就笑了 肖恩一笑 大家都懂 肯定没那么简单 原来这竟然是女孩的心脏 黑妹 天生心脏异味 由于心脏长在胸骨之外 很脆弱 她不能去上学 不能去人多的地方 因为别人无意中一个拥抱 就可能击碎她的心脏 在给黑妹做胸片时 肖恩发现 她的心脏比六个月前 检查大了53% 再这样大下去 心脏可能会 把腹部和肚子填满 随时有生命危险 利姆医生分析 肯定是黑妹第一次来大姨妈 此激素分泌过多导致的 目前只能采用药物控制 到18岁以后 在手术把心脏移到正常的位置 但黑妹却不乐意 直接就把手机扔了 每天灌在小黑屋 只能在网络上社交 她已经受够了 黑妹表示 现在就要做移植心脏的手术 但利姆医生还是摇了摇头 肖恩所在的外科 来了新的医生 朴医生 肖恩看她有点老 直接问你多少岁 朴医生回答 45岁 原来她之前做过15年的警察 这时一名小病人来了 男孩这么小 就做过肝移植的手术 尼尔梅伦德斯安抚家长 先做过全肝检查 下来后 却告诉卡鲁小哥和朴 快找新的肝脏 孩子马上就要不行了 朴表示 孩子的运气已经够好了 前几年她刚找到匹配的肝脏 已经做过移植手术了 要知道 全国有很多人 在排队等着健康的肝 再给孩子找一个新的肝脏 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大家没办法 为了孩子 只能各种渠道找 到了下午 小哥心中中跑过来汇报 找到肝的捐献者了 卡鲁表示 怎么可能 我们把登记中心翻遍了 也没找到 小哥说出了这名捐献者 几个人都吓了一跳 捐献者呢 竟然是监狱的死刑犯 是杀了七个人的杀人膜 是名副其实的职业杀手 她之前呢 就试图捐献 但病人却提前去世了 医院的高层开始商量 让杀人膜捐赠肝 是否可行 但法律并没有规定 囚犯不能捐赠 但怕的是杀人膜 故意找这个理由 来医院闹事 或者在这里越狱 朴医生作为15年的老警察 他表示 知识心悔改的杀人膜并不多 更有可能在医院再次杀人 毕竟是职业杀手等级 但医院的高层决定 还是以旧人为本 同意捐赠 朴医生指挥 收拾杀人膜的病房 任何带肩 带热 带刺的 都可能成为武器 螺丝 量银杆 挂钩都不行 甚至肥皂都不能留 原来朴医生见过犯人 把肥皂和盐 做成一把肥皂刀 直接就把他的仇甲给淹了 男孩那边 听说要把杀人膜的肝 移植到自己体内 男孩不同意 他觉得这太邪恶了 小克他们拒解是 肝脏马只是个器官 不会把捐献者的人格 带过来 第二天 囚犯来到医院 胯儿头很大 长相很凶 四名预警压着 看得卡路和小克 心里也没底了 他这要真的闹腾起来 还真不好办 他们用各种束带 把犯人绑在床上 朴医生观察到 他指甲很长 怕他用指甲攻击人 而杀人膜解释 这是为了干活时 好挑珠子 夜长梦多 医院呢 马上给杀人膜 安排了取肝脏的手术 然而刚打了麻醉剂 准备开刀 杀人膜的眼睛就开始肿胀 呼吸也开始困难 原来他对麻醉剂 严重过敏 赶紧打肾上腺素 插管 这下啥都没干 就进行了一波急救 杀人膜醒来 知道自己没有捐赠成功 并且他麻醉过敏 也没有捐赠的机会了 杀人膜要求 再手术试几次 然后啊 他就进入了狂暴状态 预警让他冷静 他开始了沮丧 为什么总这样对我 我虽然杀了七个人 但他们都是恶人 我最后想做件好事 就这么难吗 而男孩那边又没了甘原 尼尔·梅伦德斯告诉孩子父母 男孩只有一天的寿命了 孩子的父母心痛不已 在囚犯要被送回监狱时 还是出事了 杀人膜瞅准时机 抢了预警的手枪 劫持了预警 难道他要再次杀人 小哥表示 本来你是来做好事的 别干傻事啊 杀人膜大吼着 嫌弃自己什么也做不成 而朴医生却用警察的口吻 跟杀人膜做交流 问杀人膜你到底需要什么好处 杀人膜表示 自己什么都不想要 只是想这辈子做件好事 杀人膜告诉小哥 不要再抢救自己 交代完后 小哥呢 已经预料到发生的事 小哥说 不要这么做 只见杀人膜一把推开预警 把枪吞进嘴里 他扣动了扳机 这下再也不用捆绑和手铐 把杀人膜赶紧推进手术室 不是抢救他 而是取他身上所有能取的器官 小哥赶紧去找男孩 告诉他 这个杀人膜并不坏 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要换你的命 他要为自己的人生 做唯一的一件好事 孩子啊 你一定要帮他 男孩考虑了一会儿 终于决定做干移植手术 几小时后 移植手术就这样成功了 男孩醒来后 表示我会好好照顾这个肝脏 杀人膜身上的其他可用器官 又卷钱给另外两个病人 手术都成功了 另一边 黑妹的心脏怎么办 雷兹想到办法 某博士研发了一种可吸收材料 可以作为扩张黑妹胸腔的替代物 它可以放在胸骨的中间 和身体一起成长 肖恩开启技能 万物皆有图 立刻明白了这种方法 肖恩表示 这种方法的缺点是不可逆性 万一这个替代物出现问题 黑妹就废了 不可能把心脏再挪回原位 丽姆医生呢 决定试一试 手术就这样进行了 开胸转移心脏手术 危险性极高 但肖恩呢 有大招死神退位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将定制的胸骨放入身体 竟然正正好好 黑妹的心脏移植手术 也大获成功 她醒来后 第一个愿望就是 要母亲一个拥抱 忙了一天 肖恩来到医院的酒会上 这是肖恩第一次参加 公开场合的聚会 肖恩特意花了2368元 买了一身燕尾服 这算是肖恩大手笔了 之前 肖恩买几千块钱的电视 都没有钱 为什么肯花这么多钱 买一件衣服呢 因为之前雷兹 还在笑话肖恩 口门 邋遢 参加酒会 还要穿过时的旧西装 肖恩当时就很尴尬 也很生气 要不是你是我同事 我当时技能就把你放倒 其实 肖恩参加酒会 也是为了克服 自己的社交恐惧症 酒会上的肖恩 第一个遇到尼尔的前女友 选的话题不对 交谈失败 第二个呢 遇到一个年轻的小医生 妹子主动跟肖恩打招呼 肖恩呢 却傻乎乎的 回答慢了半拍 交谈又失败了 第三个呢 遇到了雷兹 其实雷兹长得还挺漂亮的 就是太现实的一个女孩 雷兹夸肖恩 衣服买对了 但她不是肖恩的菜 交谈失败 肖恩打扇三连柜 伤心了 回医院的楼道里画圈圈 她拿出了弟弟送的手术刀 红蓝立刻恢复 满血复活 肖恩再战酒会 这次不跟妹子交谈了 直接去挑战中年组 在主管的帮助下 肖恩完成了第一次 酒会社交 也算是增长了人生的经历 另一边 卡路和小哥 一同出席了酒会 他俩是情侣 基本上远都知道 两人跳舞时 正好放着 两人第一次约会的曲子 也是他俩第一次接吻的曲子 而卡路问小哥 你记得这首歌吗 小哥却忘了 卡路伤心了 表示 我爱你克莱尔 而你呢 却从来没有爱过我 我以为有一天你会爱上我 但你却依然没变 卡路既然提出了分手 再见了克莱尔 说完 卡路就走了 只留下小哥 凌乱地站在会场 本集完 本集问题你有社交恐惧症吗 跟喜欢的异性大战 第一句说什么成功率高呢 发到论区哦 这名男子胸部一下完全瘫痪 他甚至坐在轮椅上 屁股都没有知觉 但即便如此 三年前他娶了妻子 妻子照顾男子的日常生活 洗尿布呢 算是轻活 背他上下楼才比较辛苦 男子叫皮特 因为车祸瘫痪 最近觉得闷痛 来肖恩的医院检查 他是尼尔梅伦德斯的第一批病人 肖恩在后面并没有说话 但被动技能已经发威 检查中 忽然 皮特说 天哪 我腿竟然疼了一下 这是十年来第一次有知觉 难道有康复的迹象 赶紧拉到CT机里检查 肖恩发现了一场 在皮特脊椎骨上 竟然有一颗肿瘤 这正中了那句老话 但是龙城飞降在 尼尔梅伦德斯告诉皮特 你的肿瘤压迫着下半身的神经 所以之前你的腿没知觉 但切除肿瘤后 可能你就能走路了 这个消息 对于瘫痪了十年的人来说 比重了一千万还高兴 皮特告诉肖恩 他最想做的事 就是站起来后 陪老婆跳一支舞 肖恩团队开始研究手术的细节 这是个脊膜瘤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 肿瘤紧紧套出了脊髓 这个手术 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朴医生提议 用光纤激光分段拿出来 被尼尔否决了 尼尔的办法是 先分割 然后珠王磨下 一次性移除 然而 后面看的肖恩 早就看穿了这一切 肖恩表示 不可以这样 其实他的肿瘤 已经扩散了 你们看椎体中间的部分 仔细看 颜色不对 这个影像啊 很清晰 就像我的技能万物皆可图 这时大家才注意到 肿瘤扩散 并紧贴于脑干 可以说 手术有生命危险 别看肖恩的几句话 其实已经救了皮特一命 如果按照尼尔的办法来 病人必死无疑 他们告诉皮特 看来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你的肿瘤扩散了 并且和脑干相连 脑干内部复杂 即便用最好的设备也不行 目前治疗的方法是 控制脑瘤长大 身体植入神经抑制器 解决疼痛 身体维持现状 不能走路了 皮特又开始沮丧起来 这个选择题太难 瘫痪病人颈部有肿瘤 切除肿瘤呢 有15%的死亡几率 但成功的话就能走路 不切的话 胸部一下 继续瘫痪 还能活20年 你会帮他选择 切不切肿瘤呢 皮特夫妻产生了分歧 皮特要冒险做手术 而妻子觉得 15%的死亡率太高了 手术不能做 毕竟瘫痪呢 起码人还在这儿 死了的话什么都没了 他宁愿每天背着皮特上下楼 尼尔去找皮特的媳妇探牌 他说 你不只害怕手术会害死皮特 你害怕手术成功 你只认识轮椅上的皮特 能够走路呢 会彻底改变他这个人 而改变你们的夫妻关系 尼尔的分析很正确 皮特妻子无话可说 他终于同意了手术 在办公室 宣小克和朴医生 在讨论手术死亡概率的问题 15%的死方率 小克并不相信存在这个几率 朴医生表示 手术必然存在一个几率 就跟我们坐车出门一样 有2%发生车祸的概率 手术开始了 尼尔梅伦德斯和肖恩主刀 肖恩开启技能 万物皆可治 前面进行的很顺利 但在切肿瘤时发现 肿瘤把水索完全保住了 分离起来很困难 他们试着用磁性碳杆做分离 此时皮特的仪器忽然开始报警 皮特心跳衰弱 还有20秒 马上就要挂掉了 然而有肖恩在 怎么能允许病人死去 肖恩开启大招 死神退位 这个大招 只能在病人冰死时使用 给目标丢一个无形的保护盾 驱走死神 使目标免疫任何致死伤害 肖恩分析出 是压迫到了脑干 尼尔也给力 玛丽的把肿瘤切掉了 皮特从鬼门关走了出来 手术顺利完成 几小时后 皮特醒来 再过不久 她就可以走路了 在进行这项手术的同时 医院来了一个特殊的病人 这个女人 曾经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丑女 丈夫娶了她后 天天以泪洗面 太丑了 丑女没办法 20年前 就来到肖恩的医院 做了全身的整容手术 先做了龙胸 收腹 抽脂和踢臀 拥有了S级曲线 然后呢 又做了脸部的整容 割双眼皮 龙鼻 削脸 还去了双下巴 手术让丑女 找回了女人的自信 是外科主管 亲自做的手术 然而 这次她来医院 是整容的部位 出现了甲体感染 主管初步诊断 在细菌扩散前 移出感染部位的甲体 等几个月后 再植入新的甲体 但丑女却不乐意 她表示 不可能顶着半张脸 出去见人 但也没别的办法 丑女只能同意 雷兹给丑女 做了检查 发现后背的位置 有几个痘痘 这是早期感染 扩散的症状 并且按下去 丑女感觉疼 看来 丑女的病情并不乐观 主管亲自做检查 原来 感染已经开始 全身扩散 必须移出 身上的所有植入物 这样才能阻止感染 保命 但这就意味着 脸部 胸部和臀部 都将回到从前 并且脸部啊 会变得更臭 有些地方会有 永久性疤痕 这个结果 丑女无法接受 另外一个解决办法是 给身体打入 强力的抗生素 阻止感染 但副作用非常大 可能会得菌血症 甚至有生命危险 但丑女呢 考虑都没有考虑 就同意了这个方案 打入这种抗生素后 并不起作用 必须按照原来的方案 移出身上所有的植入物 否则 丑女只有两天的寿命 但丑女呢 还是不同意 她不想回到之前的丑样子 治疗陷入了僵局中 雷兹和丑女的丈夫聊了起来 一般来说 做整容手术 有两个原因 不是你变心了 就是她变心了 而你的妻子 马上就要死了 还放不下自己的样子 你一定要说服她 丈夫去见丑女 丑女终于说出了事情 原来她整容是为了 不戴绿帽子 她丈夫总夜不归宿 肯定外面有败育 如果自己变丑了 更挽留不住丈夫的心 而丈夫终于也坦白了 自己晚上不回家 并不是找了小三 而是自己沉迷了赌博打牌 都老夫老妻了 不再意外貌了 妻子这才同意手术 外科主管 卡鲁和雷兹 三人进行手术 移除整容身体的植入物 前期手术比较成功 忽然 病人的心率开始提升 而伤口并没有出血 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在场的人都难住了 此时病人的仪器持续报警 病人马上就要去世了 不得已马上开胸急救 无奈啊 神医肖恩不会分身 肖恩在隔壁给皮特做手术 不能给丑女开启死神退位 不行了 病人的心跳已经停止 用电击心脏急救 但没有效果 主管记了把手插入心脏 进行手动挤压心脏急救 但也无济于事 晚上10点23分 病人死亡 在场所有人都沉默了 之后 小哥的老妈来找小哥认错 原来老妈从小对小哥就不好 小哥打工赚了几个月的钱 让他老妈偷出去潇洒 在肖恩的建议下 小哥原谅了老妈 又寄给他2500美元 肖恩回家后 发现邻居肯尼 又跳窗户来了他家 并且拿肖恩抽屉里的钱 买了快餐吃 肖恩忽然想到 白天朴医生发给自己一份案底 肯尼曾经犯过盗窃罪 但肖恩并没有歧视他 两人还打起了游戏 肖恩的格斗宣言就是 我要把你打成气凶 百家骨折 肖恩相当的靶气 本期晚安 本期问题 如果发现你的朋友是小偷 你还会跟他做朋友吗 发到评论区哦 这么漂亮的女孩 竟然是个面瘫 阿晴从小就不会笑 在学校受尽欺负和嘲笑 她的老板终于带她来到 肖恩所在的医院救治 外科主管 肖恩和朴医生接待了他们 不会笑 大家知道怎么知吗 不饿了嘴的去挠她搁置窝 可以试试 不过肖恩他们的办法更高端 面瘫脸 学名叫沃比乌斯综合症 是脸部的第六对和第七对 脑神经麻痹 阿晴呢 属于第七对神经有问题 这对神经啊 正好控制的是面部表情 主管表示 从阿晴的大腿上 抽取两素肌肉 包括神经系统和血管 一直到她脸上即可 倒是你就可以自由地笑了 阿晴非常愿意做这个手术 但旁边坐的肖恩 一直板着脸没说话 肖恩直接了当地问 你想当喜剧演员吗 为了一张笑脸 做一个可能把命打伤的手术 值得吗 看我平时都不笑 我一笑 病人就生死难料 不笑完全没问题啊 肖恩的话 给在场所有人泼了凉水 主管都无语 出去后 主管凶巴巴地问 肖恩 你美好的建议 不能闭嘴吗 肖恩解释 对待病人要坦诚 这手术风险真的很大 不值得 阿晴的老爸给出解释 女儿一辈子都无法表达自己的感情 喜怒哀乐都不行 他自闭 没有任何朋友 他真的很痛苦 我想让我的小宝贝 回到这个世界 老爸说的话 在场的人都很感动 肖恩去给阿晴填资料 阿晴告诉肖恩 学校里他们叫他情势面贪脸 肖恩呢 也感同身受 表示 我同学叫我蠢蛋肖恩 但我却很聪明啊 阿晴问 手术是否真的很危险 肖恩实在 直接说 手术风险包括 色酸 出血 腹神经麻痹 脸部不对称 脑损伤 还有中风等 而且这手术老贵了 不是要命的手术 保险公司还不给报销 肖恩的话 让阿晴犹豫了 当老爸和主管来看阿晴时 阿晴改变了主意 他不愿意做手术了 主管立刻猜到 是肖恩对女孩说了什么 主管找到肖恩讯话 肖恩表示 自己没劝女孩 只是说了手术后可能出现的 一系列潜在风险 主管很吃不满 表示笑容对女孩很重要 而且人笑时会分泌内肺态 让人的心情愉悦 笑容也会传染 你看我笑得多爽 主管刺着大牙 肖恩呢却一点没被感染 肖恩表示 你笑得太假了 你看你的苹果肌 眼角纹都没出来 说明你的体内呢 根本没有分泌内肺态 主管真心说不过肖恩 就来硬的 我不管那么多 走 我们去劝女孩做手术 主管亲自当睡客 我知道你听了肖恩医生的话 不敢手术 其实这是小手术啊 而且危险性几乎是零 放心打蛋做吧 倒是我亲自主刀 万无一失 想想到时你就能开怀大笑了 再找个帅气的男友 简直就是人生赢家 然而主管再怎么说 阿晴还是不愿意做手术 他们三个出来商量 主管表示 不应该啊 我这口才 上次对一只熊猫说 你的黑眼圈太重 不帅了 给你整容去了吧 熊猫都同意了 怎么就搞不定阿晴呢 朴医生不愧当过警察 分析出 看来阿晴担心经济问题 果然 阿晴的老爸天真的以为 保险公司会为他报销手术费 阿晴知道报不了 这不是重大性疾病 手术费昂贵确实是个问题 主管表示 如果保险公司不给报销 我就去找保险公司的领导 他们每年都有人来找我手术 果然 阿晴老爸手术走保险 没有通过审核 主管亲自去了保险公司找领导 唇枪舌剑 拿下了领导 同意给阿晴报销手术费的85% 43,000多美元 从这儿可以看得出 萧恩他们团队医生的职业素养真的很高 竟然能帮病人到这种地步 得到了这个好结果 阿晴终于同应了手术 手术就这样开始了 主管主刀 萧恩和朴医生辅助 这个手术博勒看着很震撼 从来没有见过 把人的脸皮掀起来做手术的 他们从阿晴的大腿上 抽取了两素肌肉 塞到了左右两侧的脸皮里 然后进行了缝合 大家看 随着主管扯动神经 女孩的嘴角翘了起来 说明微笑手术成功了 但大家高兴的都太早 阿晴和萧恩接触了这么久 萧恩的被动技能发威了 阿晴手术过了12个小时 竟然还没醒 萧恩表示 麻醉时间都过了 她应该能自助呼吸 怎么还不醒呢 看来情况紧急 阿晴的状态 让三个人都犯了难 心跳正常 血糖正常 电解质正常 体温也正常 供养还正常 那为什么就是不醒呢 而且成了植物人 萧恩直接质问主管 把这么好的小姑娘 治疗成了植物人 你内疚吗 之前你还告诉他们 手术几乎是零风险 主管被问得哑口无言 这是让萧恩他们 再去排查不苏醒的原因 结果CD扫描显示 也无异常 主管只能无奈地告诉阿晴老爸 我们认为你的女儿 已经成了脑死亡 她可能一直这样穴下去 也可能立刻死亡 老爸简直不敢相信 几小时前 女儿还活蹦乱跳的 只是做了个脸部的手术 就证了植物人 还可能马上去世 作为父亲怎么能接受 老爸后悔没听萧恩的话 微笑和生命比起来 简直一文不值 主管在旁边强行解释 但把人家姑娘制成这样 还有傻脸说话 自己还说过零风险 但萧恩在旁边 怎么能忍心这样的结局 萧恩默默开启了大招 死神退位 为女孩争取时间 朴医生这次立功了 认为女孩目前是麻醉状态 她可能有血浆胆碱 没止缺乏症 身体无法分解麻醉剂 这个现象的几率是百万分之一 但还是有可能的 朴医生和萧恩 去给阿晴做角膜反射 看来阿晴大脑确实没事 这下知道怎么治阿晴了 注入分解麻醉剂的药 阿晴醒了 他们给阿晴做微笑测试 萧恩打开了仪器 女孩呢慢慢绽放出笑容 这是女孩这辈子第一次笑 笑起来很好看 大家都很兴奋 萧恩团队再次立功 给了女孩新的人生 另一边 小哥和雷兹接待了叫露西的病人 露西做个手术 但却拒绝吃药 尼尔梅伦德斯重新给他开了药 露西走后 到了下午 竟然又来了一个露西 他们的信息资料都一样 他说自己一保卡丢了 看来身份信息被上午那个假露西冒用了 真露西表示自己有泡疹 必须每天吃止痛药 但自己去药店买 却不卖给自己 说自己买得太多了 肯定是假露西买了很多 小哥看到真露西可怜 就帮他拿了一瓶止痛药 真露西就走了 但意外再次发生 假露西病重又被送到医院 小哥问出了事情 原来假露西家里比较穷 只有一点钱 要么给孩子出学费 要么自己看病当医药费 所以他选择了拿别人的医保卡治病 但他却没有拿过止痛药 这时真露西又来了 他说止痛药不小心扣翻到马桶里 让小哥再拿一瓶 这就引起了怀疑 雷兹揭穿了真露西 原来真露西有毒瘾 拿止痛药代替 雷兹成功说服他 让他去戒毒所 而假露西病得太重 最后还是挂掉了 卡鲁那边 之前皮肤烧伤的鱼女 来找他复诊 两人暗生情愫 互相喜欢 肖恩就比较可爱了 为了检验微笑是否能传染 到处刺着小白牙做实验 把大家吓得够呛 肖恩一笑 大家都懂 肖恩忙了一天回到家 发现邻居肯尼 把自己心爱的电视 搬到了他家 肖恩给他买了披萨 但肯尼呢 却以私人打牌不方便为由 不让肖恩进屋 把肖恩关在了门外 肖恩对肯尼顿时失望了 另一边 在肖恩的牵线下 院长和餐厅女老板约会 两人聊汽车 聊得很投机 但院长忽然头疼 院长得了脑瘤 本集完 本集是梁姨第一季的第17集 本集问题 说一个你认为最有趣的笑话 发到评论区哦 我们看谁的笑话去搞笑 这名病人是个狠人 他喝了两瓶洗马桶的节测磷 然后走路摔倒 脚裸骨折 朋友把他送到了肖恩所在的医院 他隐瞒了真相 而是说自己喝醉摔倒了 由于脚踝血液毒色 必须马上手术 否则就要截肢 本集问题 这是梁姨第一季的最后一集 大家还想看第二季的解说吗 发到别人去哦 尼尔梅伦德斯开始给他手术 直接上了电钻 卡登疑惑地看着自己的腿被窜开 做这么恐怖的手术 不是一般都麻醉病人吗 医生解释 你饮久了 会影响麻醉药 现在做了局部麻醉 卡登表示好吧 然而他刚躺下 生命一期就开始报警 血压降低 心跳加速 医生们赶紧插管 打肾上腺素 怎么做个脚步的手术 病人还有挂掉的意思 尼尔赶紧让他们做全身的CT检查 朴医生当过警察 就质问卡登的朋友 你们究竟干了什么 现在他马上就要死了 但那朋友却不说 最后还是卡鲁问出了事情 原来卡登要加入他们的作死社团 进团需要玩大转盘 挑战一些脑残的行为 卡登赚到的是喝杰测� 喝了两瓶后 他就摔倒了 原来是这样 肯定他的胃和肠子已经烧穿了 尼尔梅伦德斯立刻开始破釜 清理杰测� 修复肠胃 手术对的差不多了 减了两瓶后 他就摔倒了 原来是这样 肯定他的胃和肠子已经烧穿了 尼尔梅伦德斯立刻开始破釜 清理杰测� 修复肠胃 手术对的差不多了 缝合的部分交给萧恩来做 通常来说呢 萧恩做手术 最细心 最专注 手术根本没有失误过 但萧恩呢 这次的缝合却心烦意乱 原来看着自己长大的院长 剪夹出了脑瘤 只有一年的寿命 第一次见萧恩陷入疯狂 院长也第一次对他大发雷霆 萧恩的萧恩 通常来说呢 萧恩做手术最细心 最专注 手术根本没有失误过 但萧恩呢 这次的缝合却心烦意乱 原来看着自己长大的院长 剪夹出了脑瘤 只有一年的寿命 第一次见萧恩陷入疯狂 院长也第一次对他大发雷霆 原来肖恩不愿意相信院长脑瘤的事实 肖恩疯狂地开始研究脑瘤 各种数据 各种公式以及推算 肖恩竟然想推翻医生的结论 除非用脑瘤活检 要么我是不会相信的 肖恩拉着院长去做检查 但这次的结果更糟糕 院长只有四个月的寿命 看来肖恩的被动技能太过强大 但肖恩并没有放弃 一直在想这事 回到手术现场 肖恩要分合卡登的肠位 肖恩走神了 勉强完成了手术 但卡登手术后 竟然开始内出血 并伴随有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这可是医学难题 出血和凝血 两个相反的现象 竟然同时出现在病人体内 用治疗凝血的药呢 病人就会大出血死 用治疗出血的药呢 病人就会血液凝固而死 肖恩团队陷入了窘境 还是雷兹比小徒 直接指出 现在的状况 是肖恩手术中失误造成的 他缝合的时候走神 夹上了血管 但小哥呢 力挺肖恩 肖恩手术从来没有输过 缝合的技术 也是天下无双 比缝纫机缝的都整齐 但散会后 尼尔去找院长 问肖恩到底出了啥大事 手术和开会都心不在焉 院长无奈地表示 自己得了脑瘤 只能活四个月了 所以肖恩放不下 卡鲁和朴医生 又去找卡登的朋友 得知喝节测零钱 还吃了摇头丸 大家开始针对性治疗 但治疗啊 还是没有起到效果 卡登仪器又开始报警 体内开始缺氧 用百分之百的高流量吸氧 数据还是上不去 尼尔检查 气管是通的 那肯定是肺痛脉塞栓了 眼看着心脏也要停 卡登的生命危在旦夕 肖恩团队开始探讨怎么应对 小哥提出可能是细菌感染 卡鲁提出可能是血红蛋白尿症 都被尼尔否决了 尼尔想听肖恩的意见 肖恩通常不说话 但一说话呢 就能说出关键所在 肖恩回起手术的情景 开启了技能 万物皆有图 肖恩注意到 自己手术时确实出了问题 肖恩表示 血管凝血的原因我找到了 我用钳子不小心挤压了动脉 虽然很轻微 但恐怕弄伤了主动脉壁 这次是我的错 我先去个WC 他冲到院长那里 表示肿瘤在头部底部 活检时可以从鼻腔进入 避开侧方的小脑木和所有的血管 肖恩的办法非常好 院长作为几十年的脑外科专家 都没想到这个办法 肖恩最后说 放心你不会死的 肖恩能说出这句话 看来肖恩的大招死神退位 肯定会力保院长 肖恩的团队开始讨论 是否把肖恩手术失误的事 上报给医院 只有雷兹坚持要上报 卡鲁讲一切 表示可以上报 但就说错误是我犯的 还是尼尔比较理性 现在卡登还活着 如果我们把他治好 就不用上报 如果他治疗无效 去世了 我们就上报 这样比较科学 肖恩还是心不在焉 在找自己的模型手术刀 尼尔有点生气 肖恩 我需要你回归团队 面对团长的召唤 肖恩立刻开始想办法 从没听过这种手术方案 病人肠尾打出血 所有的医生都没了办法 肖恩呢 却想到从腿部开始治疗 肖恩拿着吸管 开启万物皆有图 肖恩表示 我们应该从他大腿里 装一条血管 进行内移植血管 从内部解决问题 其他人都听梦了 肖恩胃出血 从大腿来治 这是什么操作 尼尔表示 这招妙啊 但朴医生却说 这样不行吧 动脉毕竟很脆了 随时破裂 病人可能会在 移植血管内气囊放弃时 瞬间死亡 不如我们不变 应万变 再观察观察 可目前的状况 卡登活不过两个小时 这手术太牛掰 肖恩里血管出了问题 却从腿上来补救 这种办法 90%的医生 想都不敢想 手术的中前气比较顺利 现在到了关键时刻 气囊要放弃了 病人也可能立刻死亡 肖恩表示 让我来做 如果出了问题 我来承担 尼尔却表示 我们是团队 所有犯的错 都是我的错 我相信你肖恩 我们一起来吧 尼尔扶着一气 肖恩开始放弃 肖恩默默开启了大招 死神退位 手术完毕 在更衣间里 肖恩从背包里 终于找到了手术刀 这无疑是个好消息 这时 尼尔进来告诉大家 病人醒了 手术顺利 我为我们的团队而骄傲 晚上去酒吧 我请客 卡鲁走时 给尼尔做了一个加油的手势 可叹啊 这是卡鲁在团队里 最后一次手术 下一集 他就要掉走了 大家都出去后 尼尔告诉雷兹 在你职业生涯的某一刻 病人会死在你手上 我希望事情发生的时候 会有一名同伴相信你 其实 这是尼尔告诉他 在团队中 个人意识不要太强 不同团队合作 迟早要吃贵 肖恩来找院长 表示手术成功了 我的手术刀也找到了 肖恩看到 院长手上有静脉注射的痕迹 原来 院长按肖恩的办法 做了颅内肿瘤活检 结果已经出来了 是一个小型的神经胶脂瘤 但还是癌症 之后必须开颅手术 还有十周的化疗 院长表示 如果运气好的话 下个赛期还能看棒球的超级版 肖恩听了很激动 主动和院长拥抱在一起 肖恩坚定的说 你不会死的 我保证 之后啊 肖恩要主动上报 记得错误 但旁边的杰西卡 却提醒肖恩 不要去 那样外科主管会以此为借口 让院长下台 因为肖恩就职时 院长做了担保 如果肖恩犯错 或者达不到医生的标准 院长就引咎辞职 但院长却表示 按照肖恩的意思办法 不能因为自己让肖恩撒谎 再说自己得了脑瘤 也不适合当院长的职位了 院长陪着肖恩 进了主管的办公室 本期完 本期是梁姨第一季的大结局 本期问题 梁姨的第一季就讲完了 大家说 第二季伯乐还讲吗 如果不想看了 我们去讲其他的 如果还想看呢 就告诉伯乐 把意见发到评论区哦 肖恩来到医院工作 成长了许多 给团队出了很多的好办法 拯救了很多病危病人 从性格方面看 和人交谈有进步 他从来不愿意别人碰他 而最后呢 竟然主动拥抱院长 相信天才肖恩 会越来越好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喜欢我的视频的 点关注订阅 点赞评论 收藏转发哦 尤其是这些粉 点点收藏转发